大花卉兰是一种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也称为虎头兰或大花兰。 以其花朵硕大,色彩丰富,花漆长而闻名。 大花卉兰常被用于室内观赏,或作为节日礼品,尤其是在春节期间。 大花卉兰的花朵直径较大,通常为8到12厘米。 花色多样,包括白色、黄色、粉色、红色、绿色等。 其花形优雅,花期可长达2到3个月。 叶子细长,线形或渐形,绿色而富有光泽。 根细粗壮,具有较强的储水功能,能够适应较为干燥的环境。 大花卉兰喜欢明亮的散射光,但不宜长时间接受强光直射。 尤其是夏季,强烈的阳光可能会灼伤叶片。 春秋两季,适合放在室内明亮处或半阴处。 夏季应适当遮阴。 大花卉兰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。 喜欢较为凉爽的环境,它耐寒性较差。 冬季温度应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,否则容易冻伤。 夏季高温时应注意通风降温,避免闷热。 大花卉兰喜欢湿润但不积水的环境。 春秋季节是生长旺季,可以保持土壤略为湿润,但要避免过度浇水导致积水,避免烂根。 冬季生长缓慢,应减少浇水频率。 待土壤表面干燥后再进行浇水。 大花卉兰喜欢较高的空气湿度。 在干燥季节,可以适当向叶片和周围环境喷水,增加空气湿度。 但不要让水质留在叶芯或花朵上,避免引起腐烂。 大花卉兰喜欢排水性良好,透气性好的机制。 通常使用专用的兰花植料,如树皮、泥炭、椰壳等混合机制。 能够保持根系的通风和排水,避免使用过于严重的土壤,否则容易导致根部窒息。 大花卉兰在生长季节需要定期施肥。 通常每二到三周适用一次稀释的液体肥料。 可以使用专用的兰花肥,或平衡型复合肥。 施肥时要避免肥料直接接触到根系,冬季应停止或减少施肥。 大花卉兰的花期较长,通常在冬春季节开花。 开花期间应避免移动盆栽,以免导致花苞脱落。 开花后可以适当减少胶水,并将植物放置在稍微凉爽的地方,有助于延长花期。 花期结束后,及时剪去残花和枯叶,有助于植物节省养分并保持整洁。 每两到三年换盆一次,换盆时可以适当修剪老花的根系,并更换新的土壤。 小小小小小小小,两小小时大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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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感谢观看